第1918集 叶家后辈们多有不甘 长老等高层们更是相互传音 不知如何是好 允魂碑的检测错不了 此子定是咱们叶家的人 而且是先祖敌亲后裔 只是他并非出自三大脉 对咱们叶家的归属感不强 万一心怀叵测 咱们可就全盘皆输了 不错 叶家首席只能从我等三宗中产生 至此非常时期 咱们得行常人之事 即使叶灵天测试的结果 碾压叶家所有后辈 他的出身 让叶家对他无法生出认同之感 叶家固然残存 但这之间却是夹杂着利益 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 更何况 这些因为和轮回之主有关 天生高傲的存在 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利益 被他人沾染 尤其是他们无法掌控之人 三位叶家老祖也在商议着对策 这个结果他们早就有所预料 做好了心理准备 血魄夺魂猪 不能交给他 天道工早就窥似在侧 说不定现在已经锁定了玲珑宝塔 灭顶之灾随时都会降临 岂能白白浪费了 那等质保 叶子庚老祖态度鲜明 直接说道 叶子明确是反难了 大事大非上 他总会顾虑重重 有私心 也有为全局顾虑的心思 让他显得有些优柔寡断 血情师妹 血魄夺魂猪是你带回叶家的 有关此物 你的意见很重要 依你之见 要不要现在就给他 叶子明问向一旁的老玉叶雪晴 给他吧 祖司成功与否 此次或许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莫要阴小师大才是啊 叶雪晴深思许久才说道 叶子明喊手传音给一旁的叶家高层们 叶子庚脸色阴晴不定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位半步天神镜的叶家高层 跃重而出 来到叶灵天 叶生和叶霓成三人的面前 三人中 叶生一脸失魂落魄 叶霓成虽能从神色上 看出些许失落 但情绪还算稳定 还和叶灵天说笑着 三位老祖 主意已定 现在我宣布 叶家第三代首席是 说到这里 这位长老故意停顿了几夕 然后道出了那个名字 叶灵天 祭坛四周围着 叶家人顿时哗然 叶生更是量抢着倒退了几大步 虽明白实力不如人 潜力也比不过对方 但一直是叶家天之骄子的他 面对这样的挫折还是接受不了 不 不行 他不能成为首席 我坚决反对 叶生师太大吼出声 有他的带动 其麾下的追随者们顿时也大喊 其他两脉叶家后辈也都出声 群情激昂 绝不能让外来之人掌控首席之位 此次来自低伍未灭 我们根本不了解 万一和天道宫有关 那怎么办 叶臣看到这一幕露出冷笑之色 就凭这些货色 叶家怎能敌得过天道宫 常言居安思危 更何况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灭顶之灾的叶家 当叶家先祖遗留的底蕴被消耗殆尽 叶家后辈一代不如一代时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覆灭 而且不会再有死灰复燃 就在这时 一道浩瀚的恐怖气息席卷全场 叶子明的声音响起 祭坛之策 修要过躁 惊扰先祖之灵 而等愧对列祖列宗 这个罪名大道令人承受不起 很快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叶生 你有什么理由反对 叶子明又问道 叶生是他的后辈 疏直的血脉关系 更有师徒情分 对他 叶子明寄予厚望 而且发自内心的关爱 见叶生开口 叶子明此时出面 实则有私心 我 叶生张口欲言 话到嘴边却卡壳了 一些想说的话 此时是绝对不能公开说出的 质疑叶灵天的血脉 不服他的实力 这些都是枉然 忽然 叶生想到了另一个人 眼睛一亮 手指点向一旁的叶晨 老祖 这个人是跟叶灵天一起来的 我怀疑他是天道工的奸细 他有问题 那么叶灵天也逃脱不了干系 不能让他成为叶家首席 否则大祸将至啊 叶子明皱眉 叶晨有问题 这一点三位老祖已经公认 但出于忌惮 他暂时还不想动他 正要开口驳斥叶生时 忽然另一位老祖出生了 有何证据 支持叶灵天成为首席 把血魄夺魂珠交给他的叶雪晴这般态度 让叶子明诧异 大笔时 叶晨主动弃权 他肯定心里有鬼 不敢接受血脉测试 叶生言辞凿凿的 这话顿时让很多人生出认同感 因为若换作是他们 当时已经进入四强 怎么都不会选择弃权 若说叶晨是明智的 认为自己并非其他三人的对手 这个理由也不成立 因为叶晨可是正面击败了叶弹竹 叶晨没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波折 好端端的怎么就扯到了他的身上呢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叶晨 愤怒怀疑不悦 如果说眼神能化剑 那叶晨早就千疮百孔了 叶晨 你去接受血脉测试 验证身份吧 叶雪晴说道 叶子明顿时了然 叶雪晴的真正目的原来如此 但他思量过后 更有些猜不透叶雪晴的心思了 之前叶子庚质疑过叶晨的身份 叶雪晴却到静观其变 现在又出面 要叶晨也去运魂碑前走上一走 若叶晨真的没有叶家血脉 叶雪晴前后目的岂不是自相矛盾 叶晨平静淡然的和叶雪晴对视了几夕 然后飞身跃起落在运魂碑前 躲不了了 他的神识进入轮回墓地之中 对苍古一神道 老苍 你对这运魂碑了解吗 我的轮回血脉会被检测出来吗 老苍陷入了沉思 数秒之后才抬起头 你现在只不过激活了凌风神脉和赤尘神脉 并不算拥有完整的轮回血脉 应该无碍 不过这运魂碑有些特殊 我也无法确定 如果你实在担心 你作为轮回之主 勉强动用一丝力量 倒是可以控制慈悲 叶晨稍微放心了几分 目光扫了一眼那位天神静的叶雪晴 心道 叶雪晴 叶霓裳 这对师徒打的什么主意 怀疑试探 或许天道工已经注意到我的存在了 叶晨不再犹豫 手掌贴在了运魂碑上 帮里输入一缕气血前 他想到了老苍的话语 防止出现意外 他动用了轮回血脉的一丝力量 赤尘黄绿青蓝子 七色光芒接连闪烁 颜色变换 起伏不定 众人的呼吸都急促了 难道这叶晨的血脉和潜力 都达到了慈悲检测的极限 不然怎么会出现七道光芒闪烁呀 哪怕轮回之主 亲临也不可能做到 叶晨眸子一缩 他甚至感受到 这运魂碑 似乎承受不住他的力量 要碎裂了 也就是说这运魂碑根本无法检测出自己的极限 不管是血脉还是潜力 也对 轮回之主是叶家的真正禁忌 区区运魂碑有什么资格检测 叶晨心神一宁 注入血脉之力 瞬间感觉和运魂碑获得了联系 既然如此 他便可以控制 在场所有人都慌神了 就在他们以为 这个神秘的叶晨 要创造奇迹之时 一变突起 两道光柱光芒 同时黯淡下来 最后没了动静 这算什么 能引动血脉光柱 但却没有定阶 他到底有没有叶家的血脉 这种情况好像从未出现过 难道运魂碑坏了 几位叶家老祖也是大皱眉头 血脉之柱最后没了颜色也就罢了 连那潜力之柱也出现各种异常 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叶生看到这一幕确实狂喜 他指着已经没了动静的运魂碑 大声喊道 他没有叶家血脉 看到了吗 你们都看到了吧 他是奸细 是天道工的人 还有那叶灵天 勾结敌人 是叶家内贼 更是可恨 叶臣却是摇了摇头 那叶子明 竟培养出这种货色的徒弟 真是瞎了眼 群情激愤 质疑叶臣和叶灵天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数位叶家高层 不动声色间 分别围住了二人 这时候 叶臣手掌再次贴在了运魂碑上 刚才他不过是试一下自己对运魂碑的控制 现在熟悉了 他自然能够随意控制结果 下一秒 两道光柱亮起 两种颜色出现 一黄一紫 血脉浓郁程度为第三阶 这是大部分叶家子弟的血脉等级 普普通通并不出众 但也足以证明叶家子弟的身份了 潜力等级为第六阶和叶灵天同一个级别 这种潜力虽然令人羡慕嫉妒恨 但也在情理之中 大笔时 叶臣暴露的实力 让人无从怀疑 此刻 叶生猙獰的脸庞彻底化为惊骇 他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运魂碑不可能骗人 叶生今天的心情起伏动荡 眼见将叶灵天打入万丈深渊的机会已经出现 首席之位 他很有可能得到 但叶臣却用事实将他打脸